坦白說我不太理解 不太了解 就是小平議員跟曾小姐他們認識的過程 因為我過去不認識曾小姐 但是就我而言 其實宥辰她沒有查證這件事情 然後就直接指向我 而且是連續擊破 我認為這是一個有計劃的攻擊 那她是受到黨的壓力也好 或者是她本身基於我們同一個選區的選區利益也好 但我覺得任何的批評跟指教都還是要基於事實會比較好 就像我們同樣是調查小組的成員 我有的公文她也有吧 那都可以拿出來幫阿伯佔清白 而不是說未經查證就指控我洩密 結果那根本不是洩密 那根本不是密 因為那是五月初的時候在議會被公開質詢的議題 那個公文到底是不是科前市長的親切 所以我覺得要去占清白我們都支持 任何人都有看會自己清白 可是你在占清白的同時 你用更多的謠言去攻擊查案的人 那我就說了嘛 查他們民眾黨黨主席的人真倒楣對不對 就要被你們這樣子不分清紅照白的攻擊 對於是 對於是 對於是